经文第一、二节是书信的信手语 包括了写信人、修信人、文安 写信的人是彼得 他的职份是耶稣基督的使徒 但你听这个身份 已经令人感受到那种权威 让我们知道这封信 不是朋友之间的书信 而是带着权并 是神的说话 是神的教导 修信人是分散在五个地方的 包括了本都、加拉泰、加帕多加、阿世亚、比特尼 这几个地方几乎包括了整个阿世亚省 也就是现今土耳其一带的地方 比特写信的时候 正是基督徒被逼迫的时期 住在罗马的基督徒 也都被逼迫迫到不同的地方居住 而他们可能包括了犹太人 也都有外邦的信徒 比特华分散又说到他们在那些地方是寄居 他的意思是指到基督徒是源出于一个神 但是现在就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如指基督徒散在这个世界里面 远离他们天上的家 因此我们在地上是寄居 我们只是在世界上短暂停留而已 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我们时时都会听到一句说话 在世 而怎样 不属世 前几天 因为团契有个姊妹的妈妈来世 我去主持过安息礼 知道世伯原来曾经去毛利球师那里做事 完了安息礼之后 我们一起吃饭 我都跟世伯聊聊天 说到他去毛利球师做事那些时间 他说 去了两年多 租一间屋简单单单就行了 跟人学一下法文 因为那里讲法文的 可以跟工人沟通一下 不过因为都是去很短时间而已 最重要都是赚钱回香港养家 是的 只是短暂停留 所以很多东西都不用那么紧张 重点是放在真正的家那里 比特怎样形容这群收信人呢 在第二节那里说 是照父神的先见被简选 借着圣灵得成圣结 以致信服耶稣基督 又蒙他血所洒的人 这里说出我们与三一神的关系 与父神我们是蒙他自己的旨意 简选的 善见即是说在万世以前 已经预定和认识我们 而圣灵呢 是圣灵使得信徒被分别出来 成为圣结归属于神的 上次我讲到的时候 都跟大家讲过 什么为之圣结 又有做过调查 大家都应该知道 什么叫圣结了 就是已经分别了出来 跟其他人不同的 因为我们是成为圣结 是属于神 也都因此才能够信服神 这里信服的意思 是指导信靠并且信服 是指导信徒已经恩信清义 所以我们清义的身份 因为有清义的身份 以至我们可以信服 和遵行耶稣基督的命令 而和圣子的关系 我们是蒙他的血所撒 因主基督的血 信徒得以在神面前 成为圣结 被称为义 成为神纳约的子民 彼得强调 信徒和三一神的关系 是很紧密的 他们真正的身份 是蒙父神简选 被圣灵分别出来 藉着基督的血 而成为信服神的子民 恩着父神 为我们预备的救恩 以至我们可以得着这个福分 所以彼得向父神 发出重赞 接着他就更加仔细地讲述 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 是多么原备和宝贵 神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 是因为他对我们 有丰盛的怜悯 藉着耶稣基督 代属的死和复活 使得我们重生 就是我们现在 现在有的这个新生命 在第三节那里讲 大怜悯 即是有很多 大量的怜悯 也即是很丰盛的怜悯 而神赐给我们 有永活的盼望 盼望不是一个人心里面的愿望 就是我们经常都说 生日去个愿 不是这些 在新约圣经里面 所讲到的盼望 是指到神已经预备好 给我们的礼物 是一样实质和实存的东西 将来必定会给我们 而信徒就是将信心 放在这个盼望上面 来到过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 这个盼望 就是信徒得到神 为我们保存在天上的基业 基业是爸爸留给子女 承受的产业 信徒因为救恩而承受的基业 包括了永生 救恩和祝福 以及神所应许的 这个基业已经预备好 但是要到末世 才显明出来 是终极的救恩 神现在以祂大能保存着 所以我们将来一定可以得到 天父赐给我们的基业 就是将来我们有永活的身体 这个身体是怎样的呢 比特形容是 不能扭坏 不能玷污 不能衰残 但兄姐妹 你看一下你现在的身体 摸一下面 摸一下你的手 摸一下你的脚 这个是会扭坏的身体 是会犯罪的身体 是会衰残 会失去光彩的身体 但是到末日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以复活的身体 被带到天上 是不扭坏 不玷污 不衰残 我们会永远 与主耶稣在一起 我们将以这个永恒的身体 来到承受永恒的国度 弟兄姐妹 是不是很开心呢 现在可能 我们会 用很多不同的护肤品 想保持住 但是 我们将来 那个身体 是不会衰残 不会衰退 不会有皱纹 比特重申 神恩典的盼望的真实 以及必然 对正是处身于 迫白患眼之中的 收信人来说 是很重要的 他们就是靠着这份盼望 可以坚忍 持守 他们要不断去经历 神的保守 经历神的大能 在他们生命里面彰显 第五节 这样说 你们这因信 相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着所预备 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这个是多么宝贵的应许 我们都是因着信 而得到神的能力保守 而这个信心 是什么信心呢 比特跟着下来 就跟我们说 我们一起再读经文 六至到九节 预备起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 但如今 在百般的试验中 暂时优秀 叫你们的信心 既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验 仍然能坏的金子 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 显现的时候 得着清赞 荣耀 尊贵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 却是爱他 如今虽不得看见 却因信他 就有说不出来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 就是灵魂的救恩 将来荣耀的结局 带给我们大有喜乐 即是庆高采烈 极度欢恩 欢喜快乐 不过 这种仰望神救恩 完全实现的信心 是要经历地上生活的考验 因此 梦神能力保守的信心 是要经得起 考验的 这个信心 不是单单一次的意志决定 愿意迅从耶稣基督 而是一个历程 是不断在基督的里面 从他支取力量 去面对人生 每一个考验 每一个考验 第六节 原文直役是这样的 在此之中 你们非常快乐 若有必要 现在短暂地在各种考验中 优秀 让我们知道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因为考验是会带来优秀的 因为考验是会带来优秀的 不过 这些考验 只是发生在 现在而已 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才有 将来是不会有的 而且是短暂的 会有终结的时候 是在我们人生里面 短暂的一些时间 而且经文讲到 若有必要 就是说不是一定的 有必要才会有的 而且是为了达到某个目的 我们必须要经过 神不会无端端被信徒试练 我们要从神的计划中 得到安慰 就好像读书要考试 不考试就不知道我们懂得多少 可以得到多少分 第七节那里说 我们的信心经历过四年之后 就比那被火事严仍然能坏的金子 更显宝贵 可以说苦难是练静信心的工具 正如针言十七节第三节那样说 鼎为练银 勞为练金 唯有耶和华 熬练人心 在四年之后 信徒对神的信心 是会更加纯正 更加坚实 以致更愿意信靠信服神 并且对神忠心 也就是说 信心是可以升值的 每一次当我们连结于神 经历神 大能的保守 我们的信心就会进步 而且是可以不断进步的 这个是信心经历试验之后 带来的结果 而试验的目的 就在第七节的下半节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着 称赞 荣耀 尊贵 原来神要我们得到将来更大的喜乐 使我们能够在主再来的时候 得到祂的称赞 荣耀和尊贵 这些是大腿信徒 无法形容满有荣耀的大喜乐 就好像运动员经过艰辛的训练 最后在比赛场上得胜 站在颁奖台上的时候 又或者是刚刚特首颁布了 什么金字经 银字经分章 上台领奖的人 都是充满喜乐 满有荣耀的 试想一下 我们是会得到主耶稣的称赞 是主耶稣基督亲自称赞我们 当我们在患难中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问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的 我们会不停问 不过都是不会有答案的 其实我们受苦的原因 很可能要等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不过神欣赏的信心 就是即使我们看不到苦难的原因 仍然单纯地信教他 我信住之后没多久 刚刚参加三福 有一次小祖查完经分享 祖长分享到他有位朋友的太太 患了鼻烟癌 已经是几年前的事 当确诊了之后 他觉得很害怕 接受不到 所以拒绝治疗 而来到几年之后 病情开始越来越严重 肿瘤越来越大 连个样子都开始变形 他很担心 所以他想我们为这位太太祷告 当时我听到 心里面觉得很感动 我很想去探他 去跟他聊聊天 于是我就跟祖长讲 最后祖长安排了 这位太太愿意接受我们的探访 第一次去探她的时候 都谈不到什么 因为他很害羞 他躲在厨房里面 我们只是在厅 跟他先生聊了一会儿 不过他接受我们继续去探他 到第二个礼拜我们又去 跟他查经 跟他唱诗歌 又跟他聊聊天 就是这样 我们每个星期都去探他 慢慢他开始改变 他开朗起来 以前因为面容改变了 因为肿瘤很大 面容凸了出来 他不敢出街 只是下街买菜 但是我们探访之后 他肯出街 肯跟我们出街吃饭 他甚至回来教会 我跟他出街 说福音 最后他也相信了 看到他的改变 我很开心 心里面充满感恩 后来他更加愿意接受治疗 医院也很快安排了为他电疗 就在他电疗 第一次的电疗之后 那一晚 他突然昏迷 送了去医院 第二早一早 姐妹就打电话 告诉我听 很震惊 我问神 为什么会这样 不是一直在好吗 为什么突然间会暈倒 我觉得很辛苦 我觉得很难 心里面很痛 我的心灵很脆弱 我接受不了 那天 我一直熬 熬到下班 接着去医院探他 他没有反应 回到下班 我祷告 我不停哭 我问神 为什么会这样 我不行 我做不到 其实这一次 是我第一次 在团计的服侍去探访 我跟神说 如果是这么辛苦 服侍你是这样的话 我做不到 但是神在这个时候 他给了一节经文我 若白记 23章10节 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 他试炼我之后 我必如正今 另外还有一首试过 《云上太阳》 接着下来的几天 我都只能维持到上班 然后回到家 我就躺在梳化上哭 我跟神说 我不行了 我觉得我要死 我不行 我做不到 但是经文不断出现 他试炼我之后 我必如正今 小诗歌又不停出现 过了几天 我哭着跟神说 我知道 我知道你要试炼我 成为真今 好 既然是这样 我继续服侍你 我继续走 你要我走的路 在这个祷告之后 我心里便平静了很多 我没有再爆哭 虽然仍然伤心 但是我可以控制到 最后姐妹离世 而我 也真的没有停止侍奉 不过这件事 慢慢慢慢 我自己都忘记了 直到2007年 我在一个机构服侍 我上司突然间有病 即时停职 去了医病 那时候我只是上班 大概半年左右 整个行政部 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很害怕 我不知道怎样可以 支持下去 那时候也很辛苦 那时候我也是回星期六祖堂崇拜 每一次回崇拜 一场试过 我又哭 但是在每一次哭 试过 听到 敬拜 得到神的安慰 慢慢稳定下来 机构请到新的同事 我忽然间又想起了 之前这件事 我问神 我是不是已经成为精金 神当然没有答我 不过后来我自己想 当然没有 我还有很多瑕疵 需要被神去收剪 到今次 准备这个见证的时候 我自己再想起这件事 我再想 我成为精金 未呢 都没有 不过 我在神的里面 是走了一段 很长的路 跟那时候的我 很不同 经历试炼 是否辛苦呢 很辛苦 真的会令我们暂时忧愁 就好像我准备这个见证的时候 我自己都眼淚淚 刚才再说 我自己都有一点感动 不过 相比起信心升值 更深的认识神 与神建立更深的关系 这些思念是值得的 而且思念过后的喜乐 满足 比起过程里面所受的苦 是大很多的 每一次面对难处 和挑战 对我们来说 都是接受信心的考试 这个考试 不是考我们有多少的圣经知识 当然 圣经知识是不可以少的 也不是考我们有多少能力 有多少耐力 有多少大的意志力 而是考我们 有没有紧紧地捉住神 坚定地倚靠祂 甚至每一位弟兄姊妹的信心 可以恩着信靠主 在百般的试念里面 不断成长 自从在耶稣基督显现时候 能够得着 称赞 荣耀 尊贵 相对于当时的信徒 我们所面对的 是生活上 工作上 身体上 或者经济上的困难 而彼得前书的读者 即是因为信耶稣 而被逼白 不但生命上受到威胁 生活上 亦都受到毁谤 排斥 和迫害 并且彼得相信 迫迫会越来越剧烈 所以他在写这封信 预先警告他们 将会有火炼的试验出现 鼓励他们要更有受苦的心智 提醒他们要仰望神 给他们这个完全的救恩 因此 彼得鼓励完信徒 再次讲述神给我们的恩典 是有多么确切实在 我们再一次读经文10到12节 预备起 论道者救恩 那预先说 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 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 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 预先证明基督受难 后来得荣耀 是指着什么时候 并怎样的时候 他们得了启示 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 不是为自己 乃是为你们 那靠着从天上猜来的圣灵 传福音给你们的人 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 天使也愿意详细拆看这些事 比特为了叫信徒 真知道他们所蒙的救恩 是何等的伟大和原备 在第五节第九节 总结了两段说话的时候 都讲到救恩 而来到第十节 开始 他就说 他指出有不同的人 曾经为我们得救而效力 包括了有先知 传福音的人 和天使 在耶稣基督出生以前 神在不同的时间 启示不同的先知 预言这位救主的降临 就好像希伯来书一章一节 那里这样说 神记在古时 借着众先知 多次多方的晓语列祖 就在这末世 借着他儿子晓语我们 是的 救恩正是众先知所预言 后来借着耶稣基督应验的 是独一无二的 唯有符合中先知所讲的救恩 先知是神所应许的救恩 就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 正如彼得 他自己在《士徒行传》 四章十二节宣告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因此当我们愿意信靠耶稣的时候 就表示 我们不但 这个不但是先知的预言 是使徒彼得的宣告 更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 所见证 要宣扬的信息 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 所承担的使命 众先知得到这些 有关救恩的启示 都会去寻求和考察 他们并不是去想想 又或者去猜测一下 而是积极地搜索探究 考察也都可以解造 查考圣经 他们查考先前写成的书卷 和自己所要说的预言 为的是要明白 救恩和这个恩典的意义 第十一节那里说 基督的灵 其实就是指导圣灵 他们靠着圣灵去查考 这位受苦难之后 得荣耀的基督 是在什么时候来 他是要怎么样来的呢 所要来的到底又是谁呢 或者他们都会仔细查考 自己身处的时代和环境 想知道 是不是在自己有生之年 能够亲眼见到 神的预言和应验 而他们也得到神的启示 知道这些预言 不会在自己的世代成就 是要在未知的将来来应验的 所以彼得说 不是为自己 乃是为你们 虽然他们看不到预言的应验 不过他们依然相信 他们要记下来 让后来的人可以知道 当基督来到的时候 可以认出他就是基督 有不少敬虔的人查考神的说话 知道神为人预备了救恩 就切切的仰望等候 在《勞家福音》第二章 就记载了有两位敬虔的人 他们等候救主 就是西面和阿娜 圣灵感动西面 去到圣殿 见神所立的基督 当他见到婴孩耶稣 由肉身的父母带到圣殿 去行割礼的时候 他就清纵神这样说 主啊 如今可以照你的话 释放牧人 安然去世 因为我的眼睛 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又是你闻以色列的荣耀 耶稣基督来到 成就了救恩 他的门徒 是见证这个恩典来到的 中信徒 靠着从天上插来的圣灵 去传扬这个福音 就是神赐给万国万民的恩典 相信当彼得 写这句说话的时候 五秦至圣灵降临的情景 会历历在目 从那个时候起 门徒就得着能力 到各处去为主作见证 将福音不断地传扬开去 靠圣灵传扬福音 是我们一生要专注去做的事 也都是我们领受基督 所赐新生命之后 我们人生最大的使命 如我们也都印证了神的话 是不会落空的 神藉着先知所说的说话 没有一句说话 是不成就的 神为他的子民 所预备这么伟大的救恩 实在是超过一切受造之物 可以理解的 因此彼得说 天使也愿意详细拆看这些事 详细拆看的意思 是有屈身观看仍是 指导天使从天上向下看 渴望知道耶稣基督 如何成就救恩 他们也正是看着我们每一个人 看我们如何继续完成 耶稣基督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信心的果效 不单止是我们要得着灵魂的救恩 也是我们所领受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 更是神的旨意 要成就在我们身上的事 今天在《比特前书》这段经文 我们学到了三样东西 第一 是我们所承受的救恩 是三一神宝贵而浩大的恩典 是我们盼望的基础 是立定不变改的 因为是神自己亲自保守的 第二 我们在世上会经历苦难 不过 这些苦难 只是短暂 我们要以永恒的眼光 来到看这些事 和来到衡量这些事 而苦难最终的目的 是要我们得着永恒的重赞 荣耀和尊贵 这个宝贵的救恩 连天使都想知道 而且有历世历代的人 为我们效力 证实 这个是确实的救恩 奥古斯丁说 信心是相信我们所见不到的 而信心的报酬 就是得到我们所相信的 我们一起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 愿重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恩着你的大怜悯 使我们承受了这个宝贵的救恩 求祢更新我们 改变我们 让我们可以活出 伤情的生命 来到承受这个永活的盼望 神啊 祢说 祢要以大能保守着我们 求祢叫我们能够信靠祢 时刻连结于祢 从祢那里 支取生命的力量 让我们得以承受 祢为我们所预备 不扭坏 不灭污 不能够衰残 为我们存留在天上面的基业 多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明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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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